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旗鼓雙影 我是志偉 今天大盤 消息是利空 可是大盤漲了20幾點 很多人想說利空不跌 是不是準備要回升 我說我們應該客觀一點來看 有機會回升嗎 對不對 大盤今天什麼利空 今天利空是這個 蘋果大砍丹 台鏈照烏雲 這邊主要講到台積電 鴻海合索 裡面鴻海跌 台積電漲 合索平盤 我說報到的 就是被盯到的三檔股票 三個走勢都不一樣 我告訴你怎麼判斷 對不對 可是我今天看到另外一個消息 造成主要的全資股跌得還蠻慘的 來看一下 哪一檔 第二季的5G手機晶片砍價 外資開槍降頻聯發科 看到沒有 轉至中立 聯發科 被轉至中立 他被 怎樣 他的目標價被砍到多少 1050 可是聯發科現在才幾塊錢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聯發科已經跌到哪了 912 成交912 就收在這 我說 不是看1050 對不對 可是 大家注意看 我說聯發科現在給你降頻 可是他走勢已經走空多久 我們來看一下 我今天特別把聯發科印出來 給大家看 之前創新高來到1215元 看到沒有 我這邊畫了一條 上升趨勢有沒有很明確 對沒錯 跌破上升趨勢之後 做什麼 開始做橫向整理 好 橫向整理一直到這一天確定跌破 哇你看 跌勢是不是出現了 我說趨勢就是如此 一開始 上升格局都沒有問題 當他上升格局被破壞之後 先做橫向看到沒有 然後橫向整理到一個程度跌破 這個橫向整理的一個低點 格局又變了 變什麼 空投走勢 有沒有 而且你看喔 這一個 這一條是季線嘛 然後這一條是月線嘛 對不對 它剛好就怎樣 這個時候是不是幾乎就是剛好 整個月線跟季線交叉的位置 趨勢怎麼看 我說趨勢你可以用幾種方法來判斷 我在節目裡也一直跟大家分享過 哪些剛剛有趨勢線嘛 對不對 後來呢 後來也可以用均線來判斷 還有一個 就是高低點吧 看 高點 低點 這高點低點 高點已經沒過高了 低點在破 是不是整個格局就壞掉了 你這樣看 你就很客觀的看清楚 聯發科的狀況 我們這樣子來看聯發科 當初我是不是也是這麼來看 我們的台股啊 是啊 對不對 台股呢 什麼 來看一下 我今天特別下面 我之前就畫出來 我說這個是之前的M頭的景線 對不對 跳上去之後又跳回來 好 今天剛好在這個線附近 就剛好在這個反壓區 好 為什麼我今天特別把下面拉了一個外資的買賣鈔表出來 重點在哪裡 因為他們之前是不是一路賣 你看 台股是不是一路就沒有過高了 一路摔嘛 對不對 因為他們之前是一路賣 對不對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還有什麼東西很重要 來看 這是美元走勢 美元的匯率 資金持續匯出 台幣持續貶值 對不對 美元啊 一路走高嘛 我說 哇 那表示什麼意思 你要注意看 一般來講 很像外資可能賣出說 我之後會有機會把它買回來 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是那種狀況 資金就不會匯出了 表示什麼 這個資金是確定是匯出的 好 那會有什麼現象 資金動能不足 我說推動股價上漲的 最重要 而且是最直接的原因 就是資金問題 現在資金在匯出 台幣一路貶到什麼 喔 到目前為止 是不是一路貶 還沒停喔 它 美元匯率在創新高喔 那如果是這樣的 一個現象 你覺得 資金是OK的嗎 看起來不OK吧 對不對 我記得我們 在這個節目裡 甚至於我在錄 下午的期貨選擇權的一個說明的時候 一直跟大家講 看趨勢看趨勢 怎麼看趨勢 就這麼看 對不對 格局怎麼看 我說高點低點 高點 低點 高點 低點 對不對 然後這裡破低了 然後我上次跟大家講說 這個沒破低 這個拉起來 對不對 我說 現在開始怎樣 開始有機會做的 區間整理 OK 畢竟整個均線是誰 空頭排列 再加上外資 之後就沒什麼賣了 對不對 可是你看到 剛剛看到那個資金持續匯出的現象 這個部分你就需要擔心了 好 我們今天看到的是 對台股來講是利空消息 可是今天是上漲的 原因是什麼 這一個 因為 消息出來 普丁讓步 傳停火協議 讓烏家如歐盟 何談有望 就是因為這種消息 我說 這消息 一天 可以辨不知道幾次 你怎麼去判斷 你懂意思嗎 就是說 一會兒 俄烏戰爭到現在 一個月 好 你看 一下子 有核糖的希望 一下子沒有 一下子怎樣 一下子又要動用核武 我問你 你哪知道他明天是什麼消息 你不知道 對不對 那既然不知道 可以怎麼辦 你怎麼去判斷 我說看著消息做交易 我不是說消息不OK 可是他只有在什麼 在一個關鍵點的時候 看得出來是否會影響這個盤勢格局 我覺得這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之前一直在講 消息是趨勢的催化劑啊 這個消息會不會改變趨勢 OK 如果沒有 那表示這個消息過去就過去 你就不用太在意 可是如果他有 趨勢真的轉變了 那你就要留意一下 可是我在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說趨勢這種東西 不是一天兩天 我記得我之前 從3月1號開始 就給大家看 這是3月1號 我那時候就已經跟大家說明 說 欸 格局是怎樣 翻空了吧 對不對 我說這個趨勢呢 那時候是3月1號 我說這個趨勢呢 從1月1號 運量到當的時候 3月的時候 格局告訴你了 高點越來越低 低點越來越低 再加上什麼 軍縣準備死亡交叉 即使那一天大漲了200多點 我一樣告訴你 就是怎樣 就是看空 對不對 3月1號到現在 現在都已經月底了 然後持續你看 之後 長這樣 對不對 我們這邊一天一天的告訴你說 趨勢怎麼看 它會因為一天而改變嗎 不會啊 到3月3號還是跟你看空啊 那一天 衝上去喔 還在漲喔 結果呢 3月4號重挫 跌了快200點 欸我們第一次做期貨 欸3月第一次啊 期貨放空也是在這一天啊 我說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空嘛 所以有空單的時候順勢進場 OK 欸我們那一趟賺多少 你注意看 3月4號 這一天是禮拜五喔 3月7號禮拜一 重挫啊 557點 看到沒有 3月8號又重挫 353點 短短三天 跌掉多少 上千點了 我們期貨獲利也是一千多嗎 怎麼賺就這麼做 你是不是要看得懂趨勢 你就知道你該做什麼事 然後這一趟一直到這一天 欸我們早盤會補掉了 這一趟做空結束 好等 等什麼 因為它已經出現止跌了 所以我們在等 等反彈 反彈怎麼彈 一天直接彈起來 哇一天漲了四百多 你看到沒有 這一天漲四百多 很可惜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做到做多 它半夜拖拉 欸 我問為什麼半夜不做 我說半夜 假設你在睡覺的時候 你就是設好價格要進場 對不對 你進場之後 你在睡覺你怎麼設出場 所以說我們半夜是止出不進 結果呢 它隔天就大漲了 大漲 那大漲怎麼辦 我們就看吧 看著就好 我們根本不需要怎樣 去追 我說做交易就是不能勉強 該是你可以做的時候 你就去做 不是你 你就是做不到 那就別做吧 我們就等就好 對不對 我們怎麼做交易 我們怎麼進場 就這麼進 趨勢怎麼看 就這麼看 好 給大家做參考 我們等一下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來 跟大家做分享 運搭同步 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 不再妄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第一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 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運搭同步 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 不再妄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 立刻享受 財富的擁抱 第一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 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字幕提供 歡迎回來我們旗鼓窗營 我發現很多人 我在網路上看到 很多人在討論做期貨的 真的很少人 可以提出一個什麼 很有邏輯 而且很有一個什麼 很有一個 判斷趨勢的一個方式 真的很難 大家都說 好厲害 好像用猜的一樣 我說 你用猜的是能夠 賺幾次 很不容易啊 尤其是做這種 奇貨高槓桿的東西 我說賺一次賺兩次 我說你賠一次就賠光光了 哦 不建議 大家是憑感覺在做 我們不是 我們都是 有條有理 所有的下單指令 都是之前就告訴大家 什麼時候做 那之後呢 假設尤其是進場以後 進場以後 你要幹嘛 你賺錢怎麼出 賠錢的時候又怎麼出 全部都要設定好 我之前在教課的時候 還有學生來問我 說老師 他去參加一個透過老師的那個 奇貨會 他做奇貨 好 結果那天重挫 他砍在最低點 然後跑來問我 老師 怎麼會砍在最低點呢 我說每個人的做法跟觀點都不一樣 他至少有停損吧 對不對 你之前有沒有賺過錢 有 OK 那有賺過錢 賠錢是一個過程 只是說怎麼賠而已 所有做投資做交易的人都知道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是百分之百會賺錢的 尤其你又不是做套利的 對不對 你又不是領利息的 既然你是要做價差的 那一定有賠錢的風險 只是說你要怎麼做到賺多賠少而已 然後勝率也要還夠高 對不對 像我們剛剛跟大家分享 我們從三月初以來的這個期貨交易 剛剛不是講到10號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衝上去沒做多 我們這一趟做空做到 我那時候一直跟大家講 我說那我們就等吧 等什麼 等機會再進場 11號沒事就等 14號繼續等 一直等到15號一開盤進場 又賺錢 對不對 16號呢 繼續等 然後到16號 16號的夜盤 又出場又賺錢 這一趟 我們賺了這一趟 賺了這一趟 然後是不是又拉起來 拉起來我們是不是又沒做到 為什麼 因為它夜盤又給你拉 可是夜盤拉我沒辦法進場 就看著 因為本來就認為 這個盤 本來這個空投格局 就還沒結束 對不對 一直到前幾天 我們是不是又做了一個空單 也是當天進場 當天又停地 對不對 昨天才跟大家講 OK 所以說你怎麼做 你是不是要觀察整個盤勢格局 重點在哪裡 你趨勢要看得對 你怎麼去判斷這個盤勢 這很重要吧 所以說我一直在這邊 在節目裡跟大家說明說 如果你是做股票 遇到這種跌勢 你又捨不得賣 那我建議你應該做一點期貨才對 為什麼 因為你期貨做空一點問題都沒有 你手上有股票 如果你怕你的股票跟著盤在跌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做這事 應該的 對不對 期貨你又不用花多少錢 好 我們回來我們的盤勢 今天我剛剛跟大家說明了 說今天跌對成誰 是不是聯發客 跌了5.39% 因為他被調降平等 他這次就沒問題 為什麼 外資賣超 他出具的報告又是這樣 看不好的 他不會像台積電一樣 上次台積電是不是因為 他寫的報告是看好 可是他卻一路賣還賣最多 那當然會被查 可是現在這一次聯發客不是 他直接看壞也去賣 OK沒問題 好 那剛剛也跟大家分享了 聯發客的走勢怎麼樣 對不對 我說他早就空頭了 又不是現在 現在給你發一個看不好 我們早就已經不知道賣到哪去 來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部分 今天其他的部分 好像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 對不對 這邊漲最多的居然是長龍 漲了1.5% 其他漲跌都差一點 都一點點而已 都1%以內 所以你會看到今天盤是什麼盤 盤整盤 上下幅度不到100點 我說真的沒什麼好做 看得到睡覺 好 可是就是某一些股票 他的走勢會造成什麼 感覺上好像有機會回升 可是事實上是這樣嗎 好像不大一樣 來我們來看一下 以類股的角度來看好了 今天航運內股11.7%也是很低 重點是電子居然有56.4% 電子反而變好 可是電子的格局是不對的 對不對 我說航運 我們現在看航運 航運的狀況 今天留一個上影線 剛好頂到季線對不對 量還是縮的 這種樣子有沒有機會 直接衝上去 我說除非要補量吧 對不對 除非要補量上去 否則的話 基本上 區間震盪持續 或者更弱一點 再破這個低 哇整個翻空 前兩天量速的時候 我已經跟大家講 就不看好了 昨天破低 拉起來 今天又小反彈 我說這樣就看好了嗎 沒有還早 另外電子 電子的部分 走空的格局 已經跟大家講很久了 那它這邊 是不是才破低 然後又衝到這 這樣就好嗎 還沒啊 對不對 它的整個季線跟月線 都還在往下 它只有部分個股 或許會有表現 可是那跟大盤沒有關係 尤其你看這些全子股 全子股的部分 好像除了中華電以外 還沒有整個走多的個股出現 對不對 前兩天不是看 紅海好像還不錯 只能算盤整 台積電呢 六百塊都佔不上去 其他的呢 聯電 不漲不跌 那你說這樣怎麼會好 聯發課又中錯 所以到目前為止 這個盤還沒好 還早呢 那怎麼辦 很多人問怎麼辦 我說 我說我已經在這裡 不厭其煩的一直說 就去佈局低本益比了吧 這些股票 一直到什麼 除息錢 或者是股東會的時候 這些股票 股價會反映 它的獲利 好 所以說我一直拿這個出來 我說上次 金控嘛 OK 金控是不是拿出來給大家看 說富邦國泰 你看這些 你去看看它的本益比 是不是都很便宜 是啊 你會看它們有沒有跌 幾乎不動 盤再跌也不跌 對不對 還有我之前介紹的是什麼 南亞吧 盤再跌它也不跌 可是有人就說 老師這樣報導很無聊 我說重點是會賺錢吧 會賺錢才是重點的 你管它無不無聊 對不對 好 那另外呢 這些股票 你去看 第一本益比金選 你去找 找他們格局對的時候 或者是突然間跌很慘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看 去留意嘛 對不對 這麼多 你都可以去找說 它到底時機到了沒 很多人說 要搶跌升反彈 有的人是說我要找多頭格局 到底要找哪一種 我說 價值型的標的 這個叫價值型標的 因為它有賺錢 因為它有賺錢 而且還成長 這一種股票 可以買跌升反彈 可是你要慢慢買 因為跌升你不知道它要跌到哪去 這才是重點 而且你要有耐心跟它等 你不要想說一天兩天你就要賺大錢 沒有啦 這種股票你要耐心跟它耗 耗到什麼 市場關注到 它怎麼賺那麼多 它就漲了 市場都是如此 題材在輪流 對不對 所以說你一定要耐心 然後做分批布局 這樣你才能夠在市場裡長長久久 所以說基本面你說要不要看 要看 可是題材面要不要看 也要看 只是看說那個時候流行什麼而已 對不對 所以說你這邊注意看 現在盤還不是多頭 你可以布局的還是這些股票 希望今天的節目對你有幫助 今天節目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期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